米莱继续疯狂也许不是坏事 阿根廷正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金眼包 大家好我是马超 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来说说阿根廷的状况 短短半年的时间不到 这个米莱就遭遇了他执政后 关于教育系统的第二次大规模示威游行 那根据媒体的公开内容来看 阿根廷民众这次抗议的是预算紧缩的问题 他们就要求米莱政府向大学拨付一个紧急的预算 追加教职工的工资 然而米莱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彻底的否决了相关的紧急预算 为此不少愤怒的阿根廷民众正在后悔选米莱上台 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 米莱依然保持着他那个疯狂的镜头 无视民众的要求也就算了 甚至还彻底斩断了他们实现诉求的可能 那么虽然对于阿根廷的老百姓来说 有这么一个总统会非常的难过 但是米莱继续疯狂下去 对我们这种旁观者来说 也许并不是坏事 在他的领导之下 阿根廷正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经验包 只要我们稀稀的品味 就不难从阿根廷的失败里面 总结出不少的经验教训 首先我们从阿根廷如今不断攀升的贫困率 以及企业不断倒闭的现状来看 有的时候过度保护国内的市场 还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自从1940年开始 阿根廷就处于一个工业转型与升级的重要关头 那么时任总统贝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工业化 但是却将主要的工业公司 以及各类的公共设施收归国有 并且奉行贸易保护政策 从那个之后 阿根廷和国际市场可以说是彻底的合决了 结果就在全球化的今天 阿根廷政府不但无法帮助本国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甚至还想着将他们从世界经济中给抽身而出 但是这么做无异于就是在找死了 如果一个国家不参与到全球化的世界中去 不敢在世界上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 那么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中国之所以能够坚定不移的进行改革 就是因为这一点 其次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无法保持稳定 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阿根廷建国200多年来除了前100年好一点之外 后100年简直就是没眼看 自从30年代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 此后的50多年里面 朝政的变动是先后发生过25次 军政府与文官政府可以说是你方畅霸我登场 那么各方相继是争夺领导权 那么频繁的政治变动就导致历届的政府 都想着要怎么快一点去捞钱 这样怎么可能会发展得起来 最后米莱又用行动来告诉了我们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也是行不通的 相信吴政府的经济认为它是万能的 这就是米莱认为治理阿根廷的万灵药 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让阿根廷更快的走向衰败罢了 总的来说大家除了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阿根廷的困局之外 还可以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的这一步 考虑到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几乎没有落入过 导致阿根廷衰落的任何陷阱里面 他们所遭遇的失败还是有非常多的经验教训 值得我们去汲取的 那么关于阿根廷的现状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